市長在這個松江路的這個鋪路 因為你有講到就是說 副市長任內編的預算比較少 但是副市長就是說 這一次的預算其實都是他編的 我想預算的編內當然非常重要 但我們也更重視執行的效率以及優先順序 有沒有打算邀請科技長來參加台灣正會 我想我們都會邀請 我們都會按照相關的程序 來邀請 也希望更越多的朋友來參與越好 市長在這個松江路的這個鋪路 因為你有講到就是說 副市長任內編的預算比較少 但是副市長就是說 這一次的預算其實都是他編的 我想預算的編內當然非常重要 但我們也更重視執行的效率以及優先順序 所以我非常感謝理副市長 還有我們公務局的同仁 在規劃我們相關的路平方案 不管是年節前我們會完成三條 包括上一次大家看到的松江路已經鋪得又快又平又好 很多的民眾發照片給我們表達高度的評價 另外也有三條在年後就會開始施工 從二月二十八五以前也會完成工程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都是確保民眾大家的用途環境 用途安全 市長我們看到王世英怒哄林事件是草包 然後連民進黨的人看不下去 就是新竹棒球場的意義 新竹棒球場不斷的爆出重大缺失 也失去了舉辦經典賽熱身賽的機會 我們在這邊也要呼籲檢調要積極的爭辦 市長請問一下警政署 目前是不是有來跟您談警政警察局長的事 那您是不是沒有開把最新他們想要的人權 然後想要留下楊元明 我們尊重中央的職權 那身為台北市長一定確保台北市治安的穩定 那您覺得楊元明的能力是足以繼續留任 其實我想楊局長其實在過去一段期間 他盡情盡力而且遵守崗位 我想台北市相關的治安還有警政業務推動 也都非常的順利 但我想人事的部分我們就尊重重要的職權